這個是文字的形態 那3的話呢它是什麼呢 它是3 所以兩個看起來一樣 最後結果會不會一樣的 最後結果不會一樣 所以特別注意就是要把他們通通轉變成為 數字再來比較的話 才會正確 也就是上禮拜我們最後講的有沒有 有加一個什麼呢 CINT 然後呢把它刮糊起來 這樣的話呢不管說它裡面是 數字或者文字通通轉變成文字 再來一律通通轉變成文字 再來比較的話呢 就不會錯 就不會錯 那這邊的話呢我們來試試看好了 那最後呢我把結果呢 放在什麼呢 放在B1的儲存格這個位置 那當然最後如果說呢 我希望跳出一個訊息方塊的話呢 你也可以在這邊增加一個叫Message Box 就是一個訊息方塊 跳出來告訴你說總分為多少 那這邊的話呢我們來試試看 像這邊 我如果全部都拆3的話會有幾分呢 來評分看一下 那這邊聚集按右鍵 指定聚集 評分確定 試試看 來總分為23.7有沒有 這樣的話呢如果是錯誤的話呢 就會顯示出背景為什麼呢 紅色的有沒有 底下 一目瞭然 一目瞭然 這樣的話就完成我們的這個初題 來評分 不過你會發現喔 會有個問題啦 如果要一直做打的話 還要怎麼樣呢 先把這裡面要先 背景全部清空再跑一次 好這個等一下再來看好了 首先的話我想你們先試試看 這邊增加一個評分的一個這個聚集喔 那直接在那個module裡面新增就可以喔 好把畫面的先還給各位一下喔 好